目前备受关注的巴黎奥运会女单半决赛已经结束 孙颖莎再度打败早田希娜停进决赛 和陈梦争夺金牌 从媒体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到 在本场比赛输给孙颖莎之后 早田希娜已经在这几年的对手中 16次连续输给孙颖莎 真的是一败涂地 所以我们也看到在比赛结束后 早田希娜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难受 直接哭了起来 另外在赛后的采访中 她也复盘了这场比赛 揭露了自己之所以输掉比赛的真正原因 也在外界引发了一定的争议 首先回顾这场比赛 可以发现早田希娜就好像是没睡醒一样 和她之前世界大赛的巅峰状态完全不一样 这也让孙颖莎赢得非常的轻松 最终简简单单4比0打卡下班 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 结果在比赛结束后 早田希娜流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 才透露了真正的原因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自己身上有伤病 但是仍然已经拼尽了权力 但很可惜还是没有能够打败中国队的对手 她也表示 孙颖莎发挥得非常好 接下来她要努力打好第三名 第四名的比赛 帮助日本队争夺一枚奖牌 由此看来 其实早田希娜这一次 之所以没有把真正的实力发挥出来 主要问题还是因为她手腕有了一定的伤病 包括比赛的时候 也是缠着医疗绷带 看起来不太舒服 另外在比赛结束后 孙颖莎也透露了早田希娜的伤情 说她的伤病影响了移动速度 以及各方面的表现 所以确实没有打出顶级的水准 最终输掉比赛是非常正常的 毕竟百分之百状态的早田希娜都经常输给孙颖莎 现在受了伤的早田希娜就更不是孙颖莎的对手了 不过备受争议的是 在早田希娜的采访报道出来之后 有些球迷一方面心疼早田希娜 另外一方面有些球迷却质疑 孙颖莎有一种胜之不武的感觉 毕竟本身孙颖莎作为世界第一的实力就很强大 现在又打了一个受伤的日本选手 即便是最终笑到最后 似乎也不是一个光彩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就像孙颖莎所说的 这就是竞技体育 不管对手什么样的伤病 最终我们队员的目标 就是要取得胜利 夺得冠军 而且伤病本身就是比赛的一部分 不可能因为球员突然受伤就不比赛了 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 你行你就杀 你不行你就只能认输 所以我觉得 早田希娜这场比赛虽然输了 但其实是非常可敬的 因为他坚持咬牙带伤上场 也尊重了孙颖莎 并没有放弃本场比赛 所以最后孙颖莎向他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觉得 这就是高手之间的惺惺相惜 这就是高手之间的 所以你能够放弃本身的